没想到他们只是随便横唱一句转音 就让同行们永远都别像在犯唱 一秒钟可以转18个音 转音对周深来说就像吃饭一样简单 一秒18个转音 当我以为他在开玩笑的时候 他却用慢放证明实力 这让平时见过大厂民的何老师都傻眼了 18个 直播教学也是随意中带着一丝严谨 看似搞笑 直击一般人真唱不出来这个效果呀 叫你们怎么转音应该要 单一纯最近的势头 真的是有点像RMB天后方向发展了 不管是采访还是私下的随口情唱 分分钟像吃了音响一样 比真实版本的还好听 他的舒适区就已经是很多人渴望不可及的了 我不是他的财 早该把手松开 我爱你 想你 我全都当劲 好好听 快要当劲 真是不错 真是爱 我全都当劲 处理得好好 黄铃不愧是我在转音上唯一的血 嗓音里没有轻轻哀哀 只是女王一般的实力 转音的每个音符都转接得很清楚 咬而不足 老牌歌手中 能跟陶哲一叫上下的 估计也只有胡言斌了吧 最近宠唱了自己的巅峰之座月光 也能看得出来实力不见当年 虽然这样类格可以演唱 但18个玩儿愣是一个没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千万别跟阴色流氓同唱一首歌 本以为张杰的实力已经很厉害了 但嗓音只227的深处 是梦吗 是你吗 就算现实的中国将心 渺小是你 越波澜不济 越无法感情 不得不说 撒贝宁也太大胆了 竟敢让周深在他后面接唱 这俩一对比 连老师都笑了 你花开 存在于 你花我 存在于你 我跟没唱一样 而好声音冠军型很明翻唱的大鱼 跟周深的版本差的不 黄铃一开头性感妩媚 成功演示了什么是需要打马赛克的歌声 张强作为摇滚第一女王 嗓音里自带产音和电音 简直是为了唱歌而生的 打开录音机 打开唱片机 让音乐开始 让节奏不停 不要不理我 不要讨厌我 咱们的约会 你不能知道 每当disco音乐也响起 假装我们还是在一起 乖不得都说 要把所有的书情歌 都在毛不衣的嘴里过一遍 这么温柔谁不爱听呢 国外的音色流氓也有不少 乐同音乐家妹妹的嗓音 配唱哥哥的曲就是王炸 罗威歌手欧若拉 嗓音里冷若冰凶的电影质感 根本无人能模仿 我真的听不懂了那些 我真的听不懂了那些 忽然看见你都明媚的微笑 愿爱总想着结束 只能把病女看走 现在我受不卷 只是因为没能找到坚确的理由 我终于重新再起来就下个 还是下个 就是快乐崇拜 真的是被安德尔老师的音色 震惊到 但你就听到这首歌 你就突然听到一个声音 要唱什么呢 我立刻就哇 对这个声音怎么会存在的 这首歌是什么呢 存在 存在 有什么期待 期待 换了你要精彩 一定来 一起渴望关怀 不如一起精彩 快乐会传染 请你看开 下点尿毒头 不是所有的拉麦都是为了躲汉子 要说实力歌手的高音有多夸张 不拉麦都能直接正随玻璃杯 今天就一起来看一下歌手拉麦的高能名场面 要问黄岐山的高音有多猛 那是连含红都要避其匆忙的 而最近黄妈就现场演唱了歌曲《我的美丽》 那麦克风上下翻飞就是不靠近嘴 其实拉麦的作用有很多 一是增加混响 二是让音色更清亮 而最重要的还是防止炸麦 毕竟早在节目里 黄岐山就用一手回来 就这碎过一刮子的玻璃杯 如果你觉得自己很无用 那就去看看吴秘霞的话筒 还有比他的话筒更没用的东西吗 离话筒一迷远也丝毫不影响他标高音 涂鸦老师 这才是拉麦的正确用法 这是早晨柴牌的水瓶 这是早晨柴牌的水瓶 这是张师演出的水瓶 说起拉麦怎么能爽得了海耀周深呢 这首课不乐的彩排现场 就展示了什么叫做有效拉麦 道理咱都懂 但是我想替花筒问一句 你这样礼貌吧 我预订了海耀周深的水瓶 你礼貌吗 好啦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我是小琼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已经在唱了 我以为是放那个音乐耶 最近黄小云在节目中 极限演唱一首超高难度的夜后永汉调 还拉麦了视频火出了圈 连杨成林都一度以为是假唱 真的很像放的 而要说黄小云这一路走来 也是吹捧和质疑齐飞 捧的人说她是下一个邓子齐 踩的人去说 她是个没有感情的音乐播放器 首先说 黄小云对比邓子齐还是差一点的 毕竟邓子齐唱作俱佳是个全才 但黄小云的唱功也可圈可点 15年参加好声音时唱了一首《你》 谁敢信这样娴熟的唱功和技巧 竟然出自一个高二女生之口 最后一首《左手指约》 同时开启了黄小云的开挂之路 《左手指约》 《右手指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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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无国界 小熊带你听世界 点个音乐不迷路